这里就是被誉为东北第一高山的长白山 女真人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发想地 早期的女真人世代生活在中国的东北 古老的宿圣人是他们的祖先 宿圣很早就与中原各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周人认为宿圣是他们的北部疆土 后汉室宿圣称为义楼 南北朝时称作雾籍 隋唐室称墨河 辽人和宋人称他们为女侄或女真 辽圣宗时一部分内附的女真人 被迁往东京辽阳以东编入辽籍 称为淑女真 生活在黑龙江和长白山一带的女真部落 被称作生女真 但生女真并没有被编入辽籍 生女真约有十万余人 散居在暗出虎河畔的山谷之中 小的部族有千户 大的部族有几千户 他们彼此独立以好斗著称 但分散的力量制约着他们的发展 辽朝中期 生女真人逐步联合起来 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联盟 其中完颜部最为强大 完颜阿姑达就是生女真完颜部的一员 他的父亲何里波曾是完颜部的首领 当年的完颜部聚集于黑龙江省 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 何里波的父亲乌姑奶担任酋长时 完颜部已经征服了白山 统门 耶会 耶兰 图骨论和五国部等生女真部 辽朝委任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 此后 何里波又将势力范围扩展到 忽兰河和牡丹江上游等地 生女真虽然没有被纳入辽籍 保持着本族的习俗制度 但臣服于启丹 定期向辽朝纳攻 这时虽然完颜部的力量已逐步强大 但还远远不能与辽朝抗衡 常常遭受辽朝的欺辱 这就跟他地位有关系了 因为他是蜀国蜀部 那么既然是蜀国蜀部 当然他就得对他的中宗国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那么女这个地方有什么他喜欢的东西 那他当然就要 早期是从竞贡的角度贡献来的 那么后期需求多了以后就要索取 那么索取不行的时候就要抢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他就会受到辽朝的一些勒索 那么甚至是欺压 这是一种猛禽 主要产于生女真族部 迅猛快捷 好斗的生女真将其视为自己族里的象征 他就是海东青 海东青给生女真带来荣耀的同时 也招来了无尽的灾难和耻辱 海东青是鹰中的极品 鹰中极品海东青 所以那个海东青主要抓的东西就是天鹅 他抓天鹅非常凶的 别的东西抓不了 只有海东青可以抓 他都在空中打 把天鹅撵起来之后 就是鹰只能在后边追 天鹅飞去之前海东青不用追 海东青就是一个服从下去 把天鹅就能打下 李中文是吉林市英烈文化传承协会的会长 他家世代都是汛英好手 作为汛英人 都以拥有一只海东青为荣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抓到过海东青了 但他从没有放弃 今天他打算继续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去捕获海东青 而在一千年前 辽朝的权贵们要想拥有一只海东青 也不是件意识 据说海东青能够猎捕 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天鹅 辽朝皇帝会在春纳波的时候 亲自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 辽朝皇帝对海东青甚是喜爱 于是海东青的名气就越来越大 成为众多辽朝大臣争相索取的对象 然后呢就很多人只要有条件 他都想自己有一只海东青 这个到了这个时候 海东青不仅仅是作为普列的助手 是一种猎鹰的身份存在了 他甚至于是主人身份的一种象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辽朝的需求 辽朝不断的需索 那么对女真人来讲呢 就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此时的生女真处于半动半裂阶段 呼噜 舍虎 薄熊 都是他们的拿手本领 海东青则是他们的质保 巨傲的辽朝却熟视无睹 不断向生女真勒索海东青 一些企丹 盐兵将帅 每次率兵征收海东青史 还会强迫生女真人 禁奉各种方物 最为恶劣的是辽朝中央派来的使者 他们被称为银牌天使 每次到来银牌天使 都要求生女真人的年轻女子陪睡 起初他们在中下户人家留宿 寻找未嫁女子侍寝 后来使者频繁往来 已婚女子也得映照事情 后近的这些民族来讲 就是婚前的性行为 不大受谴责的 但是婚后不行 那么辽朝估计原来 早期可能人家贡献的一些 给他送来的一些女子 可能都是一些未婚的女子 年轻姑娘 那么到了后来 他就是说他看上谁了 他可以点名要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你谁没结婚 那么他要要的话 你都给送过去 那么这样一来 就激起了女真上下民众的普遍的功能 辽朝的欺辱师 完人度深感知误 他们想奋力反抗 但在强大的辽朝面前 他们的反抗 往往带来更大的灾难 他们期待一位盖世英雄的降临 能带他们脱离苦海 这样的期待如此急切 可又如此漫长 现在 智勇双全的完颜阿古达 终于出现了 但是 以他一人之力 能够扭转乾坤吗 完颜阿古达 出生于公元1068年7月1日 从小举止庄重 碧莉过人 后来 他甘从父亲何里波和叔叔银哥 外出征讨 平定乌春 窝摩汉之乱 征伐萧海里屡剑战功 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何里波临终前预言 只有这个孩子能解决疗朝的难题 经过几代人的奋斗 完颜部在逐步强大 但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 何里波之后 他的弟弟波拉书银哥 先后成为完颜部的新首领 阿古达则成为得力助手 他们东征西逃 试图统一生女真 形成强大的合力 共同应对疗潮 但生女真内部仍然分裂 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统一 银哥成为联盟长时 统帅的是十二个部落 力量更加强大了 然而 女真族的图善部 却组成了十四部的联盟 五谷论部也组成了十四部的联盟 再加上普查部组成七部联盟 三个联盟联合起来 攻打完颜部联盟 在这种形式下 银哥与阿古达 不能不采取灵活的措施 而此时 因海东青引起的矛盾 正愈演愈烈 运送海东青的鹰鹿 经常受到研编部族的侵扰 辽潮氏族 借助完颜部讨伐叛逆 以保证鹰鹿的畅通 银哥审时度势 认为正好借助辽的力量 平定鹰鹿上的各部 发展自己的势力 二者一拍即合 辽道宗寿差二年 受命担任生女真节度时的 银哥率兵疏通了鹰鹿 救出辽氏 这个鹰鹿之战 实际上是一种 是女真人做的一个局 这个借助于辽潮 对海东青的需求 然后他就去告诉 那鹰鹿上的这些部落 说你们就把鹰鹿给堵了 我就跟辽潮汇报 就是说鹰鹿不同 海东青来不了 那么这种情况就得去打 那么他又放出话来说 鹰鹿上的这些部落 又放出话来说 说要凭鹰鹿 非得生女真不足迹都是来不可 那么这种情况 辽潮当然你是我的鼠部 那我巴不得你去给我征伐 就完了 他一出面 一说那这个鹰鹿就通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辽潮不但不能责怪他 还得给他 还得给他庆功 还得给他奖赏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既从辽潮那儿得了奖赏 增强了自己的威望 又再又把他的势力 扩大到了鹰鹿 这他何边不问 随着女真部不断地强大 阿古达的能力 也逐渐显现出来 公元1096年 在击败其他部落后 阿古达建议银歌 禁止其他部落的首领 再称都部长 使这些部落 承认了完颜部的领导地位 原来生女真各部 都有自己的信牌 阿古达建议银歌 对擅自制信牌的部落 进行处置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完颜部由此 统一了各部的号令 形成了以完颜部为首的 生女真部落联盟 完颜部与辽潮的紧密合作 没有持续多久 阿树事件成为完颜部和辽潮关系的转折点 阿树原是何时列部的首领 本已归赴完颜部 然而公元1096年 当完颜部进兵讨伐 温都不认识 阿树率兵阻拦 完颜部的军队大举进攻 阿树向辽求援 辽潮显然不愿意完颜部更加强大 于是派使臣前往要求完颜部退兵 并归还阿树的城堡 完颜部首领盈戈被迫退兵 但并不愿意偿还阿树的损失 于是命令部署暗中阻断盈鹿 同时又让人向辽报告说 若开鹿鹿非盈戈不可 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然而辽潮将阿树保护了起来 这件事引起了身与真的强烈不满 当时完颜部去征伐 这个核实猎部的时候 阿树打败了 打败了以后他跑了 跑到辽潮去了 那么他跑到辽潮去以后 辽潮就把他留下了 而且支持他 共同来对付这个完颜部 那么这种情况 当然也引起了完颜部队不满 那么于是他就跟辽潮讨价还价了 他就要求辽潮 他说阿树是他生女针 对部落集团生女针部族的叛徒 所以他就管他叫判人阿树 那么他就不断派使节去 派使节去他得找个借口 得有个由头嘛 于是他就是说 要求归还判人阿树 公元1103年 银戈去世 阿古大的兄长乌亚树 成为完颜部落联盟酋长 自乌亚树起 生女针便以辽潮接纳叛徒 阿树为由 开始拒绝辽使来往赢路 然而在强大的疗潮面前 生女针仍然不得不忍受很多的屈辱 怨愤和无奈 同时在生女针部落蔓延 完颜阿古达身属其中 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情绪 他要成为真正的英雄 就必须将这些情绪转化成力量 进而对抗疗潮 这里是位于吉林省西部松花江畔的 前郭尔罗斯大草原上的茶干湖 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东部 这种渔猎文化源于史前 胜于辽金 公元1112年的春天 辽天作地就在此举行投鱼宴 完颜阿古达代表完颜部 参加了这次盛会 按照传统习惯 在宴会中 各个部落首领 要为天作地歌舞诸行 但阿古达并没有准备歌舞 此时的阿古达 早已打定主意 不惧生命的危险 他对天作地充满了仇视 要为生女真出口气 当天作地要求阿古达歌舞助行时 阿古达端坐正式 当面拒绝 在宴会中 只有他拒绝了为天作地舞蹈 光是这一点 他就会招来杀神大祸 甚至为整个完颜部带来灾难 天作地十分不愿 觉得阿古达胸有大志 以后难免会成为 辽朝的心腹大患 第二天就要杀死阿古达 辽朝大臣萧凤仙 却根本不把阿古达放在眼中 认为没有必要在意 这么一个野蛮人 在他的劝说下 阿古达得以保全性命 当完颜阿古达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 他当面拒绝天作地的消息 已经迅速传遍女真各部 这是女真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 阿古达由此成为女真人的英雄 不久 当乌亚树病逝后 阿古达顺利成章地 即认为深女真联盟首领 都伯吉列 都伯吉列实际就是刚才提到的都部长 都部长他就是等于是 女真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 当时的完颜部还无法与辽乡抗衡 阿古达刚刚接人不久 就命令他的部下 在各个战略要地 建城堡 修兵器 加紧扩充自己的实力 在阿古达的率领下 每个女真人心头 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 还有一点紧张 又十分疑惑 他们的首领要想干什么呢 同样疑惑的还有辽巢 辽巢统军司察觉到了女真的变化 派专人前来询问 阿古达以涉嫌自首为由予以答复 但辽巢并不放心 又派使者前来接问 阿古达转而要求辽巢 将女真叛徒阿淑交给他们 辽巢因此放了心 在他们眼里 完颜阿古达还是害怕辽巢 用阿淑来制衡他 既然这样 他们就更不会将阿淑返还了 辽巢对他应该说是什么呢 怎么说呢 就是传统的义务是要求他进的 对他扩大势力是加以限制的 对那个叛逃到辽巢的这个阿淑呢 是比较信任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阿淑在辽巢是不断的要求辽巢出兵 去恢复他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权利 所以辽巢呢还是既没有听阿淑的主动去打这个完颜部 也没有放弃对完颜部的权利和管制 但是这个时候的管制呢 实际上已经是收效甚微了 阿固达现在是决心要抗辽到底了 阿固达继续派人到辽巢索要阿淑 其结果可想而知 不仅被拒绝 而且遭受了更多的耻辱 阿固达的这些举动 连他的部署都看不过去 压抑的怒火在众人的心中正躺 女真人当时也信奉萨满教 对神明有着虔诚的信仰 公元1114年9月的一天 阿固达集结了2500多名壮士 举行了郑重的告天仪式 述说了辽巢历年来的亲舞 大家压抑已久的怒火与斗志 同时被激发出来 他们以所还阿淑为借口 进兵辽巢的宁江州 但此时辽巢的十万大军 正火速赶往距宁江州不远的出河殿 两军的比例是1比27 这对女真君来说 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阿固达决定采取突然袭击 为了稳定和鼓舞士气 阿固达等女真人最相信的萨满教 梦补之说 阿固达在战场上 充分借助了萨满神的力量 他告诉大家 神明一梦暗示他连夜出兵 于是阿固达决定 带领2500名壮士突袭 鼓声震天之后 士兵们听到了阿固达的话 士气顿时大涨 上千铁骑直扶辽军驻扎地 女真君如狼似虎 打得辽军措手不及 纷纷溃败 此一役 女真俘获的辽兵 以及车马真完不可胜数 阿固达变上官属将士 附近各路军队纷纷来归 阿固达兵力已经过万 结果这个宁江州这一战 打下来以后 辽朝上下震动了 因为宁江州呢 它是辽朝的东北军事重镇 而且也是这个 辽朝跟女真人 这个互事交往的一个 重要场所 那么它宁江州一实现 那它东北的那个防御力量 就大大削弱了 公元1116年 阿固达将东京和南路的淑女真 纳入完颜部贵族统治 最终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 不久 阿固达在惠宁府城地 建立了女真政权 改元收国 金时太祖记记载 收国元年正月 人参说 群臣奉上尊号 时日极皇帝位 阿固达显然希望自己的政权 能够长久 所以说 辽以宾铁为号 取其坚也 宾铁虽坚 中意变坏 为今不变不坏 这正是他之所以将国号 定位大金的原因 阿固达建立金朝后 其政治制度仍然维持着 女真族的原有特色 在中央主要继续实行 伯吉列制度 伯吉列这个意思呢 就是官的意思 你在这个像我们中原地区 这个官的名目很多嘛 但是对于后进的这些民族呢 他那个名目就比较少 他就一个 就是伯吉列 大伯吉列 小伯吉列 那么你这个 一部的首长成为伯吉列 就是也可以叫伯锦 那么数部的首长 就称都伯吉列 就是大伯吉列 但是当时呢 称都伯吉列 他有很 女真有很多部嘛 那么很多部 每一部 他都有一个逐部的首领 都有一个都伯吉列 吴奇买 被任命为安板伯吉列 也就是大伯吉列 大伯吉列 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 对外用兵 工程营建 对外交往 和天文立算等事 大伯吉列之下 还有国论伯吉列 阿买伯吉列 自伯吉列 依赖伯吉列等名目 他们共同辅佐 皇帝处理政事 阿古达在地方上 还强化了 蒙安谋客制度 这是军政合一的制度 蒙安谋客 是女真原有的社会组织 来源于 因裸掠和围猎需要 而设置的军事单位 也可能来源于 早期的农村公社 金朝建立后 逐渐制度化 每三百户 便为一谋客 十谋客为一蒙安 战时统军 平时务农 那么这个组建 就进一步 把他这个人 就是有序的组织起来了 不论是平时从事生产 还是战时领兵打仗 他都有了相应的 这个组织 和这个相应的首领 那么他指挥起来 当然就更方便了 那么就 既增强了他的战斗力 也使他的生产 在平时的生产 有了更好的 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 这里是吉林省 福渝市徐家殿乡 石碑崴的村 在这里 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 金朝时期文物 大金得胜托颂碑 此碑是今代第五帝 世宗完颜庸 为追忌先祖女真杰出首领 完颜阿古达建国工业而立 正面刻有汉字碑文815字 背面刻有女真碑文1500余字 女真文是在当时 阿古达的命令下 由完颜西隐 仿辽汉文字创制的 公元1119年 女真文在金朝颁布实行 这块碑 也记录下了阿古达一生中 最为惊险的一场战争 阿古达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 并没有停下脚步 对辽战争仍在继续 公元1115年 在阿古达的军营中 再次跳起了萨满武 之前阿古达率军攻陷了 辽朝的军事重镇黄龙府 辽天作地得到消息 亲率70万大军 浩浩荡荡开赴黄龙府 使阿古达的将士们 再一次感受到强大的压力 黄龙府之战 虽然这个 因为完颜部获得了胜利 但是随即辽朝是大丁压境 当时据说辽朝是大军 他自己号称有70万人 女真的兵力只有2万人 所以是 万亚阿古达人面临的 等于生死考验 这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阿古达打定了主意 打算与辽军奋力一搏 然而真实的历史 总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 还没有打仗 辽军内部掀起了内讧 辽军的先锋 耶律张奴 临阵返回了辽都 打算另立皇帝 天作地被迫撤退 两天后 辽军撤退的消息 传到阿古达的军队 大家振奋万分 据当时的局势 阿古达迅速做出战略部署 敌众魔寡 兵不可分 对方的中军最强大 辽主避在其中 我们集中兵力 打败他们的中军 我们就可以得知 于是 阿古达和他的将士 又凝聚在一起 像锋利的刀刃一样 刺向辽军的核心 辽军全线溃败 此一意 是中国战争史上 又以以少甚多的 变形案例 皇军之战以后 阿古达的目标是改变了 原来他是建国自立 脱离辽朝统治 现在他看到 他不仅仅可以 已经自立了 而且他可以发展 壮大自己的势力 于是他就把灭辽 作为自己的目标了 此时 完颜阿古达已占据了优势 但还远远 谈不上最后的胜利 辽朝扶原辽阔 如果对方能团结合力 其实力仍然远远超过打进 阿古达始终没有放松警惕 在论功行赏的同时 他严格军纪 深知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他下达诏令 刺破辽兵 四方来乡者众 宜家优许 在新占据的地方 阿古达宣布 废除疗法 减少赋税 以安民心 军事上的强大 政治控制的加强 和富有远见的策略 铸就了一个少数民族伟大人物 使完颜阿古达统治的女真 拥有了空浅的力量 公元1120年5月 阿古达派兵攻占辽上京 攻打辽上京之前 正好有北宋使者前来 宋徽宗希望 与完颜阿古达合作 南北加工 共同对付辽朝 对于阿古达和大金政权而言 这件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但阿古达并没有急着答应 相反他带着宋朝的使臣来到辽上京 让宋使亲眼目睹 女真军摧枯拉朽般地攻陷了城池 增加了谈判的分量 7月 大金政权与北宋政权达成海上之盟 双方约定 女真军由平地松林直驱古北口 宋军从雄州直抵白沟 对辽造成夹击之事以灭亡辽朝 灭辽后 阎京所属六州二十四县归宋 宋将每年给辽的碎壁转交给金 全面灭辽的序幕已经拉开 公元一一二一年 辽朝都统耶利于独 因家人被天作地杀害 转而投靠大金 并将辽朝的内外虚实 全部告诉阿古达 阿古达由此坚定了灭辽的决心 他首先以右帝完颜稿为统帅 大举发辽 大军出发前 阿古达特地嘱咐 辽政不刚 人神共器 金域中外一统 一定要慎重兵士 择用善谋 赏罚必行 良想必计 勿扰降服 勿纵服略 要金军严守军纪 不得扰民 按照这些政策 金军所到之处 并没有受到强大的阻击 不久 金军占领辽中京和辽西京 辽天作地 逃往嘉山 耶律大师等人 拥戴耶律纯 在辽南京 建立北辽政权 在金军大局南下的同时 按照海上之盟 北宋军队大局北上 攻打辽军 但令金军不解的是 被他们屡屡打败的辽军 却在威王之际 一再挫败宋军 在袭击辽南京的战役中 宋军被打败后 闻风丧胆 自焚大营 仓皇难逃 士兵自相践踏百余礼 建盟军如此不堪一击 完颜阿古达 亲率大军南下 伐军之前 令弟弟乌齐买坚果 他诏欲上京冠名 辽主为货 兵不能以 明确将俘获辽主天作地 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他还诏令 凡是在赵后能出手投降者 一律免出以前的罪过 否则杀无赦 公元1122年12月 阿古达的大军迅速攻占了南京 辽巢百官到军门叩头 请罪者一律释放 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安民的措施 阿古达对辽巢打仗 他是做了这样几方面的准备 首先他是要巩固自己 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 所以他对境内的 已经控制的各部落 就是要给他们一些安抚 让他们能够 这个地区能安定下来 这是一个方面 而在对外战争的过程中 他也有不同的方式 来鼓舞士气和增强自己的盟军 所以他对向渤海人 他就派使臣去 在皇军府之战以后 那么他不是俘落了一些渤海人吗 有一些渤海人投降了吗 于是他就派渤海人去招降 原来的渤海人和淑女真 用招降的手段 公元1123年6月 对于完颜阿古达来说 是非常振奋的 他豪情万丈 要一股作气 秦霍辽天作地 在他看来 只有秦霍辽主 才意味着辽朝的彻底灭亡 金朝的彻底胜利 但这一次 阿古达并没有同行 由于生病无奈之下 他便将军事指挥权 交给了完颜宗汉 自己准备返回上京 打算养好病后 继续新的征程 北宋的腐败 使阿古达看到了新的战绩 因此 阿古达的目光 已更加开阔了 对他而言 除了西部 中国南部那块 更加富庶的土地 更具有吸引力 可惜的是 当年八月二十八日 当阿古达行至 布渡洛西行宫时 死神降临 当时 完颜阿古达 正在返回上京的路上 他看到大好河山 感慨万千 但就在这时 他波澜壮阔的一声 突然间画上句号 壮志未愁 身先死 常使英雄 泪满金 完颜阿古达的死 令无数人叹息 他的灵鹫被送回上京 隔日后隆重下葬 这里便是金太祖 完颜阿古达的 出葬灵址 位于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阿城区南郊 东距金上京 惠宁府遗址 约三百米 当地俗称 斩将台 灵上建有宁神殿 又称太祖庙 为了保护陵墓 1999年 阿城市建设了 金太祖完颜阿古达 灵址公园 这是金朝所建的 十七处灵寝遗址中 最具有代表性 也是保护最为完善的一座 完颜阿古达的坟墓 面向东南 仿佛仍在关注着 他未经的大业 完颜阿古达的继任者 没有让他失望 他们坚决执行了 阿古达事先谋划的策略 完颜阿古达 并没有确立 此次继承制度 阿古达去世后 他的弟弟 担任安班伯吉列的 吴奇买即位 他就是金太宗 阿古达亲征时 吴奇买层坚果 一切事情 都由吴奇买 根据本朝旧制 权宜处置 此时的金军 已空前强大 金太宗继续将目标 对准辽朝天作地 而天作地 已是政叛亲离 苟延残喘 不久便被俘虏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 宣告灭亡 不仅如此 当北宋政权的吴能 完全袒露在 金太宗眼前时 他便寻找借口 南下恭送 他们继续保持着 完颜阿古达时期的 金汉锐利 在战争中 势如破竹 摧枯拉朽 在很短的时间内 便攻下了 北宋都城开封 俘获了北宋皇帝徽宗 和亲宗父子 这样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 金 南宋 和西夏 对峙的局面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从公元1114年 阿古达率领2500多人 发动第一场战役开始 到1127年 北宋灭亡 仅仅13年的时间 一个落后原始的民族 迅速推翻了辽 北宋两个大的帝国 建立了 幅元辽阔的金朝 而这一切的成功 很大程度 依靠于金太祖 完颜阿古达 正如金时 太祖记说 今有天下百时有九年 太祖数年之间 算无一策 兵无流行 底定大业 传之子孙